Hello大家好 我今天教大家怎么更精确的规划输入的行程 首先呢 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呢 要怎么走 到了输入机场出关之后的这一件事呢 就是买wifi吃到饱的信卡 菲律宾的讯号基本上有时候是不太好的 所以还是可以当google map使用 从机场到饭店 第一个可以做计程车 第二个呢可以下载grab的app 直接叫grab的车 我是比较推荐 做grab的车 因为他们的车会比较新冷气会比较强 一般的计程车几乎都没什么冷气 我们先来了解输务 输务分输务的本岛跟麦克丹岛 那一般我们怎么规划行程会比较顺呢 麦克丹岛上呢 很多五星级四星级的酒店大概都在沿岸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打算住这边的话 你可能规划一整天都在这一区 就不要再过桥到树务本岛 那等第二天之后呢 你再过桥到树务本岛 这边规划一整天的行程 之后呢 第三天 再来去 薄荷岛 那这一区呢 这个地方就是 树务的民族英雄 拉布拉布的铜像 在这边 那再往右边一点 这边就是一些 比较五星级的度假村 都会在这个地方 靠近沿岸 像希尔顿 都在这岛上的右上角这个位置 那这里是 这边也是沿着 沿着这个 右侧这个海岸 Landation Bay 都是比较 高级的 的饭店 那你到树务本岛之后呢 你要先找到圣鹰大教堂的位置 因为那个是地标 那他旁边呢 就是 麦哲伦十字架 然后 看 再过去一点就是 树务主教教堂 这个 这一区呢 用走的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走到他的 这里最繁华的地段呢 你就顺着这个 Osmania Bolivar 一直走 你会走到一个街角 就是 树务最 最旧的 最早期开发的 百货公司都会在这边 嗯 我想要逛街这里有几个选择 SM Seaside 另外一家SM Cebu Ayala Mall 在四号马桶的 Robinson Galleria 从苏务主教教堂 再往附近走 就会走到 圣物 博物 博物馆 那这个 PART呢 很多Gipney 车可以在这边坐 那苏务市区还有什么可以逛的呢 就是 夜市 在Yalamo旁边 有一个ITPART 这里有个夜市 苏务的 豪宅区就在 比佛利山这边 Feverly View 那它附近呢 就是定光宝殿 这里是 也是景点之一 JJ Marketplace JJ Marketplace 当地菲律宾人在去的市集 那你如果想深入了解 这也是可以去的景点之一 想打高尔夫球的就可以到 Sebu Country Club 打高尔夫球 大概就是抓在 埃亚拉莫附近 另外一个选项是 麦克丹岛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基本上就是大致上是有两家可以供你选择 玩麦哲伦十字架如果你是直接要到 渡轮码头坐船到薄荷岛那你就顺着这个大马路 Osmannia Boulevard 一直走 然后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 还有圣彼得堡 走走走走 走到底 这里就是Pierre One 那你要先 记得买船票 坐了船之后呢 坐了船之后呢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边 我们就到了薄荷岛 的港口 这是薄荷岛的港口 那你到薄荷岛要怎么安排住宿 薄荷岛的右边 这右半段这边其实这边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我们一般游客会去的就是 薄荷岛本岛这边 那第二天 会去这个邦绕岛 所以呢我比较建议你是住在 市中心这一块 或者 直接 坐三轮车 住到邦绕岛 那邦绕岛这一段有一段是很偏僻的地方 那 那个靠近海滩一点 Alona Beach 这附近 这附近的那个 饭店会比较恰当 因为第二天如果有跳岛行程 那 一般就是会在 会在那个 比较靠近海滩这边的办公室会 参加旅行团或 租车 安排一日游的行程 薄荷岛一日游的行程 薄荷岛一日游的行程 第一站一般都会从巧克力山开始 然后顺着这个路 会到那个 人造森林 然后午餐呢 就会在这个 Lowbrook River 吃午餐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顺着这个路 沿海这个路 会到 大教堂 然后纪念碑 然后最后的就是送你回饭店 母亲 想坐船到薄荷島的還有一個方式是直接從馬尼拉坐國內航線到邦繞國際機場 這樣是最省時間的 你到邦繞之後呢要住哪一區會比較好 建議還是住在Arona Beach附近 這邊是邦繞國際機場Arona Beach在這裡 那一般我們如果參加跳島行程呢 都會在Arona Beach這邊會合 再出發 賞金行程呢是從邦繞島的Arona Beach開始出發 然後呢Oslope在這邊 那大概這個要坐兩三小時的船 那另外一個途徑呢你是從馬尼拉直接坐飛機 到Tumakete這裡 那這裡會比較近 因為你看一下那個地圖 他從這邊去到這邊會比較近 我是從蘇物本島出發呢 他有推一日遊的行程 就是凌晨三點出發 他當天來回 這裡是蘇物的 會合的地方在蘇物機場 然後 順著 這個地圖 這樣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邊 所以 真的是有一段距離的 看到有網友 把最後一晚的住宿定在邦繞島上 要從邦繞島的國際機場回馬尼拉是OK的 你如果要回 從蘇物的機場這樣回去 你真的會是來不及 趕上飛機的 從邦繞 坐船再回蘇物 大概要兩個小時 的時間 所以這樣是比較不建議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網紅 跑到馬拉帕斯康 那他在哪裡呢 他在蘇物本島 最北邊 最北邊 這邊 這邊 這裡 這裡就是馬拉帕斯康 那你最後一天行程要回國 你早上的飯店 離機場近一點 因為你如果又住到蘇物市區 他每天早上 上班時間 這座橋是幾乎都是塞車 大概會多浪費你一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比較建議你最後一天晚上 回到馬坦島上住 那第二天你要坐計程車或坐Grab 到機場 就比較會擔心 會有塞車 跟時間趕不上的問題 以上是我小小的建議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拜拜